今天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在新的一年,我跟Joe启动了一项新计划 就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 叫做数位游牧 digitalnomads.press 这是一个专门为梦想成为数位游牧工作者 所建立的知识还有新闻网站 这些年我们发现 喜欢工作但不喜欢上班 成为很多工作者的新生 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最进步也最自由的时代 却有许多人不得不招酒玩物 不是身在公司 就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 其实国外从很多年前开始 有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开启了数位游牧之路 只要一台笔电,一张网卡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办公室 不光工作也同步累积了生活上的乐趣 如果你也曾经向往 弹性兼职,当自雇者 或者接案赚钱,甚至独立创业 总之,任何能够兼顾工作 还有自由的方案 我建议你别再犹豫了 现在就开始计划 因为这已经是全球快速崛起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 就让数位游牧网站成为你的资源库 获取产业动向 数位工具 提案技巧等知识 还有吸收工作签证 跨国接案 海外金流等等情报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你数位游牧的绿洲 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族人 彼此学习并且相互陪伴 开创人生全新的可能 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观看数位游牧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今天这集呢 请到我们大人学的一个好朋友 房秋伟来到我们节目 为什么要请他呢 因为他是从零开始 自己打造了一个精品珠宝的品牌 叫博尔福 如果你有在 可能女生知道他比较多 他这几年在电商平台上非常知名 他们自己开发了很多很多很棒的 主要是女性的珠宝 轻珠宝的饰品 然后获得大家的喜爱 那他刚好也是我们大人学 多年来支持我们的学员 上了我们很多课程 然后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 因为这几年啊 有很多我们年轻的伙伴 他们有考虑要创业 或者是在工作之余 成立一个自己的电商的品牌 那我第一个就想到他 因为他在这个领域 其实累积了很多经验 也踩了很多坑对不对 所以他很大方 他自己的很多故事 他都很open minded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主要请到 这个房球卫 我们就叫房房 好 来到节目中 Hello房房 Hi Brian 开心见到你 大家好 那各位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你在创业之前 你主要在职场的经历 我在创业之前 其实我一直都待在品牌的外商分公司 在台分公司 那我待过像是莱雅 Nike Dior 克兰师 就是一些美妆 精品 运动的 时尚大牌子 对 你是做行销吗 还是 大家都有很容易误解 我做行销 其实我一直都是做业务 做业务 对 而且我是从基层的业务开始 然后一路做到全国的业务主管 OK 哇 你都做到那么高了 而且都在这些一流品牌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想要出来自己创业 就是被Brian推了一个坑啊 跟我有关 真假的 真的 真的 我是说真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就是在外商公司 其实 我们说好听一点 就是说文化不一样 那但是 说真的做到高位的时候 难免 我们讲直白一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会有政治斗争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 应该是2018年左右吧 我上了Brian的一个 非常知名的课程 就是职场大人学 OK A101 OK A101 这个没有串好 我不是叫他来业配课程 我还记得是 16500元的课程吧 然后两天 然后我就想说 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 我遇到了一些卡 然后我就觉得 想要来上上这门课 那因为以前也都有来上 那为什么 可是那门课是在讲人际关系 为什么你听完之后 你会开始有创业的计划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看 因为这门课呢 他非常非常的让我 就是我就跟你讲 他有武林秘籍 打通我的任督二脉 好不好 就是他让我看懂了 整个公司的局 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说 OK 我理解 就公司这些政治斗争 或者说 我就是那个苦主啦 老实讲 如果大家有上课的话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上这门课 我就开始去思考说 在美妆精品业也都好 光鲜亮丽的背后 其实是蛮辛苦的 这样子 所以你决定要自己来试试看 开创一个自己的事业 我那个时候 我就顿悟一件事情 就是上了您的课程之后 我就顿悟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年薪很高没有错 但是 时间跟金钱哪一个比较重要 时间呢 是 你没有了就没有了 假设你一个人活八十岁好了 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 八十岁乘以三百六十五天 你大概会有两万 九千两百天 就大概我们讲三万天 你三万天 这很恐怖 从你咕咕坠地的开始 他就开始倒数 而且他不会回来 可是三万块 你花掉了 你再赚就有了 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 我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 还有生活 我是满意的吗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等到什么时间以后 我等到我三十岁以后 我等到我当了主管以后 我等到我买房了以后 然后等到我缴完房贷以后 我再来 我们都假设有永远用不完的时间 对 可是你都在想说 那个以后 可是你就是没有现在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要为自己勇敢一点 对 所以就试着走出来 那我好奇 你有这么多经验 你其实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创业 你是怎么选择 你一开始就是做这个清除吧 是不是电商 对 我一开始就是做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 好 我其实有想过 因为我接触过 Dior的珠宝 对 我建制过这个流程 然后我也做过美妆业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好 我一个北漂的 从台中北漂这样子 什么东西体积很小 不用仓库 不用太大的仓库 是 然后什么东西呢 没有效期 美妆会有效期 没错 对 你如果少于一年 其实消费者就会挑楼 然后你就得开始降价 对 那这中间有一些可控不可控 比方说物流之类的 对 可是问题是 饰品呢 它比较小 它也没有 如果你够经典款的话 你就没有效期的部分 然后它包装的材机 是不是也很小 所以物流的成本也低 而且化妆品毕竟用在皮肤上 可能会 是不是这个你有考虑到 当然 它有很多健康方面的减和 要通过什么之类的 其实 其实呢 这个时候我就要说 手势呢 在亚洲地区没有被减和 其实也应该要减和 但是欧盟其实是有标准的 对 因为有些视频 也是会引发皮肤过敏 对 我自己就是因为自己的皮肤过敏 然后我在市面上买手势的时候 我真的不夸张 我戴上去 我就人体测试剂 15秒马上红 所以你自己开创珠宝品牌 你一定亲身很重视这一款 对 也因为之前有过这个珠宝建制 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里面的用料 还有一些秘辛 了解 刚刚我们在录音前 访方有跟我聊 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创业 犯了一些错误 听起来他是后来才慢慢的像现在这么成功 上轨道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一开始 我现在懂了 我觉得你真的有做过生意的人 他的想法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 珠宝这个东西他比较没有效期 然后呢 他体积小 对不对 这是我们小型的创业 很值得切入的一块 对不对 那后来你可不可以讲讲你的一开始 这个踩雷的经验 好 我要讲一下因为以前啊 在外商就是都是做大品牌嘛 你看的都是 就是国际的四大时装周 资源很丰富 所以就是资源很丰富 然后曾经沧海南围水 然后又习惯在A半里面工作 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稀花 就是去租了A半 所以你一开始就租了一个A级办公室 对而且我还买了两百多公斤的金库 因为我一开始真的都是进K金跟贵宝 OK 所以一开始就规格拉满 对 然后我的纸带就是 我跟大家讲我的纸带一个75块成本 就是你的包装袋吗 我的包装袋 然后我的纸盒是美术盒 我就是因为你曾经沧海南围水 你用这种规格下去做的时候 你会没有办法退 因为你以前看的摸的都是这种等级的东西 对你就看Dior在包这个包装的时候 里面的枕头套帽子啊 要怎么折啊 然后它有一定的规格 对仪式感拉满满 A级办公室 对A半非常的贵 那你一开始就请员工对不对 我一开始就请员工对 因为我就觉得说 要有人来帮我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一开始以前就是主管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请员工OK 可是好巧不巧我也遇到了三级警戒 好你是说什么警戒 疫情吗 疫情对 2021年三级警戒发布 在那之前其实台湾的疫情控制的 相对于国外是非常安稳的状况嘛 对三级警戒的时候 好 所有的 你还记得那时候餐饮业都停止了 几乎都关了 对 在没有人际互动的这个聚会之下 所有的美业 不管你是饰品啊 或者是美发美妆 就是这一些全部崩盘 说的也是 我们都待在家里 不用出去见人了 干嘛买这些东西 对你待在家里 我就问 Ryan你待在家里 你会穿西装吗 不会啊 是吧 对嘛 所以待在家里 你也不会无缘无故 要戴戒指戴项链 哦对 我都没有想到 除了餐厅之外 你们做这个美的行业 直接也是冲击 是 我朋友就是在连锁的 对 美发salon 当他们里面的管理职 他们也是整个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 应该生意调的很多 然后你们又租了A班 又请了员工 还有八十几块的纸带 全部都是赶了75块的纸带 那那段时间你怎么撑过来 我那个时候 因为毕竟还是外商公司嘛 就习惯 所以我都是非常合法 我就是跟他们好好的谈 给就是资钱 然后我决定停止租那个A班 然后我也有给他们某支架 该给都会有给到位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身为一个主管或老板 应该要负的责任 对 对 所以我就停止了这个 然后我就开始长达自己 大约一年半 一个艺人模式 所以你一开始是有员工有商办 可是因为遇到三级情节 反而退回来 变成艺人模式 对 那这个艺人模式 总共维持了一年半 大约一年半 对 这段时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做了所有的事 我这边也要跟 如果说 之前在我一开始 有来买婚货 我父亲猪宝食品 有打过客服电话的人 你们会遇到一位叫林小姐的客服专员 对 那就是我 我一人分事多角 所以你同事扮演林小姐 我有林小姐的人设 喂 我父亲书宝您好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呢 还有这位 还有张小姐 好不好 张小姐 对 然后还有自己扮演职员跟主管 全部都是我自己 林小姐回复说 不好意思 我要请示一下我的主管 我主管姓陈 你好 我是他主管 没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有一件事情有bug 没办法转接 就说不好意思 他现在在会议当中 或者说他不在 那是否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晚一点再回播给您 然后等到差不多晚一点 或隔天的时候 然后再就是变成说 喂你好 我是负责沃福金主宝视频的行销经理 想请问一下 我们有接到您的来电 那是有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一人创业成功 通常他也有声优的体质 对 我们必须要具备声优的体质 你讲到这个 让我回忆起 我跟Joe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 真的假的 对 可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我们至少再怎么样 都有两个人 所以那时候我跟Joe 我们就讲好 今天我们去谈一个顾问案 好 对方一定会跟我们砍价 那砍到挡不住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必须请示我的主管 我的主管是谁 就是Joe 然后Joe在另外一边谈案子 他的主管是谁 就是我 你看我一个人 我要说 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合约 我觉得这样子 你这样不行 你知道我要同时跟成品线上 然后还有就是 所以这 赖礼物谈判 现在讲起来真的 大家觉得很好笑 可是说实话那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笑不太出来 因为真的没办法 你要生存 就只能这样子 没办法 而且你知道吗 公司分级啊 你一定要设三码 你不可以设太小 设太小 你如果说转接一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公司最多只有九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有 林小姐就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对 分级要三码 我转四八七 感觉公司好很多 而且我跟你说 就是连公司的打路机都是我录的 对 所以大家就是现在抠进来 那个打路机都是我录的 每一段都是 那我们比你好 我们那时候打路机是找我们老婆录的 我没办法 我没有男朋友 他也不是我们的员工 一起拿路一段 反正能用的人脉 全部都给他用上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真的一开始创业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私矣啊 以前 所以那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你就是校长间壮重 那从现在 现在你的事业已经稳定了 然后非常上轨道 你觉得那一年半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基础 现在的根基 或是一些流程 是你那一年半打下来的 我那一年半哦 嗯 应该说 除了练就了生优的技巧 其实我那一年半 我过的 因为家里的状况啊 因为我爸那时候也是 就是健康状况不好 我知道我一直在跟家爸爸的健康赛跑 所以我赚了钱 我又得给家里 对 然后在台北租金也不便宜 上班也不便宜这样子 没有 那时候还没上班 一个人在家里 我那时候连一个包装台都没有哦 对 我商品都在我的双人床上面包装 我练就了超级快速折纸盒的功力 全部都自己来就对了 对 而且家里又需要你handle 又需要处理 然后等我呢 稍微有点忙不过来 出货量开始大的时候呢 我就抓我的室友 我就说 你下班后要不要就是多赚一点钱 来来来打工 给他实信 然后两个人就家庭代工这样 家庭代工 我就说你帮我折纸盒 我要我抓货的 我教你怎么包这样子 反正建设SOP 是我很强的一项钱 对 所以就这样子 然后慢慢累积 注意到说自己的资金水位 可以了 然后我才很谨慎的租了 就是公社比比较低的上半 上半 对 了解 所以真的是有这一段 所以一开始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一开始你创业 因为你在外商有很丰富的经验 所以你把整个把这个规格拉好拉满 对 就后来 刚好运气不好 又碰到了疫情 所以只好又把所有的这个资源都缩减 缩减最后生意又稳定了 才开始重新在租商办 然后再找员工 对 可是其实在缩减上面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创业 你遇到 有很多事情是可控 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 怎么说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 他突然三级警戒的陈时中发布 我不可控 对吧 那我只能做我可控的 这就是我常 就是我自己奉行的斯多噶哲学 二分法 你控制可以控制的 然后不可以控制的 你就无需焦虑跟内耗 要花时间去想他 真的 真的 光是这样子的心罚就让我很稳 然后我自己呢 也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是很有热忱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讲什么叫做成功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的年薪多少代表我成功 可是我认为就是 你在拉伸一个层次来看 其实成功是什么 就是你在做你的这个 你的个目标 跟你的自我实现的信念价值 是挂钩在一起的 这种才叫真正的成功 当你做到这样 当你可以挂钩的时候 就像我做 现在我婚4 这件事 我其实是希望鼓励 现代的女性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真的是 以我认识你真的是很适合代言自己的 活出自己 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不会演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身心症的问题 我在外商公司工作 这也是极高压的工作 年薪高 光鲜亮丽 没错 但是高压 我可以 我连续半年 每天都在厕所里面吐 吐到出血 对 然后整个人就吐到鼻涕眼泪都流出来 就没有生病 就纯粹压力造成的 对 然后厌食症 两个月 暴瘦10公斤 对 人家都说 哇你好苗条 然后没有 我就是在厕所里面吐 吐到眼睛啊 都是红的 然后鼻涕也都出来 然后我就等到 我就在里面等 而且你吐的时候 不可以出声 因为别人会知道 我 可能八卦又传出去了 之类的 我就练就了一种 不会 就是吐的时候 我可以吐到不出声 然后没有出任何声响 然后等到我的眼睛 都没有红了 消肿了 然后我就面子擦一擦 确定外面 女生洗手间没有人 冲水出去 若无其事 补妆 回到座位上 继续再站 天哪 你都当到主管了 还是这样子 可是我 我很想分享一件事情 我当主管 跟其他人当主 在外生当主管 不太一样 因为我其实并没有什么 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源 我曾经最一开始 我 那时候我其实很想念文学的研究所 但家里的 没有办法供应嘛 那这个念文学所 也不像商院说 两年就可以毕业 硕士毕业 那你要念文学 你要念到硕士 你可能要四年 那硕士之后 你要出来当教授 你也不可能 就是只有硕士的资历 你要再继续念博士 可能在家七年 十一年 我爸没有办法供应 我们家没有办法供应 所以我就出来工作 那那个时候 本来是打工 就在去城市里面 当展销小姐 卖开价彩妆 真的是没有钱啊 跟男朋友分手 被踢出来 然后本来两个人 共租一间房子 突然你去 要拿两个月押金 加第一个月租金什么的 身上就只剩三十块 那时候在去城市工作 你小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那你创业 创业经济上的压力 不是更大吗 你不会怕吗 那时候你是怎么 呃 鼓起这个勇气 自己一个人出来创业 我觉得这要 echo到我前面讲的东西 就身心症 就是 哦 你觉得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 不是你要的 别人看都光鲜亮丽 但 那不是我要的理子 因为每天在承受 这些痛苦的人是我 嗯 对 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勇敢 我决定 我不管 因为我觉得那些 嗯 名声啊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还好 你重点是每天 在活着什么样子的日子 嗯 是你自己 我们总 我刚刚有说嘛 我们总在想说 等到什么以后 那到底 退休以后 过了两年以后 其实 应该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应该现在就要开始了 是 所以就因为 Brian 让我看到了整个公司的大局 我去开始思考 往内思考说 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聊到这一段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 呃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你的专业 就是电商 请出宝 你现在创业大概几年 三年了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刚才 呃 如果以开战来说的话 就三年 现在在做三年周 然后你所主要的品牌跟销售的曝光的渠道 都是在我们的 沃尔福的网站 对不对 呃我们其实 Hum4有自己 沃尔福 请出宝视频 我们有自己的官网 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官网 跟其他人很不同 其他人可能是衣服在虾皮 对 对 一些卖场 或者是momo 你一开始就见官网 我一开始就见官网 为什么 因为我 外相我们有CRM的概念 嗯 要累积消费者的资讯 然后再来去生存 因为很多人 如果说你今天是衣服在平台上的话 销售平台 他有好有好有坏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 比较省事 省了很多 他有帮你极客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帮你极客 对 可是大家对你品牌的这个认知 就会比较淡一点 嗯 我觉得其实就看 你想要做品牌还是 其实你只是做日用品 then我觉得虾皮 no problem right 对 对 但是你会依赖 你会永远无法拿到客人的个资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 你也会被他慢慢 你也会过度依赖他 嗯 然后就他要涨手续费 他要你虾广 虾虾皮的广告 那你没 你不是最便宜的 那你就是在那一个 厮杀的海里面竞争 这个这个概念 对啊 有点像是我跟Joe 当时我们写部落格 本来是放在那个匹克邦 嗯 然后后来我们慢慢读者累积了 我们也决定自己加自己的赞 你们比我聪明太多 其实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哎 那我好奇 这你这创业这三年 尤其是在电商的领域 你慢慢也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 是 如果有机会让时间倒转 嗯 让你这三年重来一次 带着你现在的认知跟记忆 嗯 有什么事情你会重新 用更好的方法做 呃 不要一开始就成立有限公司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就是你先行号 先用行号就好 等别人跟你开始要发票的时候 你在 但现在虾皮也都要开发票了 是是是 对对对 现在是后 但是前面有他的 你知道就是流量红利 就是你可以不用 等到你的业绩 一元营业额破20万的时候 一步一步来啦 对 真的 不要一开始就开 就是开到位 因为我一开始就有限公司 因为你知道外商都是 都是这种 就是股费有限公司 什么都是手法 所以我忘记了 其实当我脱离LBM 就是大集团的时候 我其实是要接地气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因为真的很多人创业啊 他心中有个梦想 嗯 就是说你看我以前都在上班 那你看我现在终于要出来创业了啊 我要弄一个我自己想要的店 我要弄一个我自己理想中的公司 所以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排场 规格招牌要闪亮 可是其实那可能不是生意的东西 真正的生意是你要有好货 要有好客人 对不对 人家要愿意买 那个可能 对你这些东西稳固了 你想要做形象 想要用这个很贵的纸带 后面再来提升都来得及 其实都来得及 对不对 还有呢 还有什么如果你回到过去 你会这个优化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回到过去的话 我会觉得我不要一开始就架官方网站 因为官方网站是一个孤岛哦 对 然后你必须要有 你在recruit你的客人到你的这个page的时候 unless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一样 如果你爸是郭台铭 嗯 烧光了 就是你有很多的资金可以烧 then go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没有 大部分人没有嘛 对不对 那我会建议如果说你想要创业的话 但是你现在可能有自己的 自己的主业 好 在上班 我会建议你 拨一点时间开始去斜杠 先试着做看看 先不要在还没离职之前 先建立一些形象 在还没离职之前 你先每天拨一点时间 你做做看虾皮也好 或者是某某也好 你先去做做看 你去感受一下那个难度 因为我老实说 有我遇到非常多的人来问我 因为他们觉得 就这中间 对不乏看着我这样子 从无到有的 这些人 他们也是很羡慕想要进来 但是在聊的时候会发现说 我必须得说大家可以 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今天就做一个脸书的粉丝页 然后再开一个IG的页 然后就是下下广告 然后就会有生意了 就有生意了 哇 就是怎么会这么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对对对 你如果还是 比方说你下 比方说这样我们在Meta好了 就是FB或IG 你要下广告 他有很多Mega 请问你是按贴文 右下方那个 叫你加强宣传贴文吗 如果你是这个的话 我建议你先不要进来 你先搞清楚广告管理员 他整个后台有多么的难 超级复杂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 他上个礼拜跟这礼拜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而且有些时候 我们问那个Meta的客服专业 他都 我都觉得 你永远找不到的啦 我们找得到 是他打来的 他也会打给我 可是我们问他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我发现他们好像也不是很熟 因为他们在组织太庞大 所以他们的协作 你会看到出现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不可控的嘛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 像这些都是细节 都是美角 你其实如果可能的话 你在创业之前 你就可以先简单的体验一下 你体验一下 那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然后那个难度 这个难度 然后你先去 我会建议做电商的人 去加入一个网站 去加入一个粉丝社团 叫做烧卖培养民 我知道 烧卖研究所 烧卖研究所 我要被骂了 反正就烧卖 就是 对 那个吃的烧卖 你就打Google 你就打那关键字 一定会出来 你先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 因为电商比你想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SEO 是 ALT 然后UIUX 对 OK 这太多美角了 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行销渠道 官方LINE 然后你有Meta 你有Google 你有TikTok 你有Dcard 对 然后你真的 就是 你要投哪边呢 哪边把钱花在刀口上 那现在有很多的 上班族 他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他觉得 他的工作不是他那么满意 然后他对自己创业有一些热忱 甚至有的觉得 电商 像你刚刚讲的 很多人觉得电商很简单啊 我就找人弄个网站 或是在虾皮上 谁谁谁 你看都 一个月都可以赚数百万 我也来做 我赚个一半 五十万就好了 好 很多人都这样想 那对于这些年轻朋友 你刚刚给的建议很好 有没有什么 你会想要再提醒他们的 我觉得 我想要讲一下 我念英国文学系 英国十九世纪 有一个小说家 叫狄根斯 大家maybe不记得 不知道狄根斯是谁 但我想下面的这一句名言 大家都有听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 好 有听过吗 这应该是双城记的片头 对 没错没错 就双城记的一开头 就写下这个 那当然他这个东西 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东西 我们来解读这句话 这句话会告诉你说 你没有办法选择 你要出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 你没办法选择 你要处在什么样子的时代 可是 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它可以是很多人的机运 转列点 它也有可能是很多人 失业失败的开始 尤其是我必须得提到 这一定要提醒 2023年是AI生成 生成是AI元年 对吧 对 我最近在招募的时候 发现有非常多人 不愿意改变 他们还连意识到AI的强大 有多大都不知道 比方 真的 我这样举例好了 一张图 我说 我就直接面试 因为我自己会做设计 这也是创业之后才学的 就自己什么都没有 就自己一直学一直学 包含SEO也是 那 好 我就问的时候 这张设计图 你要从A变成B 这样子 那你需要多久 你会怎么做 然后他就 然后需要多久时间吗 他就跟我讲说 他会怎么怎么做 然后这样子 大概需要五个小时 那我就觉得说 完蛋了 你连 搭载AI 30秒 就可以出来的事 你都还不知道 他的思维惯性里面 还没有考虑到AI这件事 对 可是我必须得说 AI不管在文案上面 或者是图像 或者是影片 尤其现在Sora刚公布 对 又出来 Sora又更新咯 15秒 完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个短视频 Pump 你只要会下Prompt 就咒语 我们讲咒语嘛 就出来了 这会影响非常多的行业 对 其实 没你制作工程 我自己觉得 我们同温层里面 大家都觉得AI绝对是一个 超级大的革命 它颠覆了所有 做事情的方法跟逻辑 可是 可是其实我们同温层之外 还是有很多人 只觉得 哦 就是一个新的网站而已嘛 很厉害 可是so what 对 我觉得这就是 创业者会 比较不得不敏感的 一点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其实差异就在 这一个认知 其实就是认知 你有没有认知到 这个工具 它的 它可以是威胁 它也可以是 你去驾驭它 让你更好接案哦 所以你 我猜你的建议就是 持续学习 是一条 不得不走的路 是啊 我必须得说 包含 两天前 我也才来大人学上 Ether老师的时间管理课程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我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之下 我们公司现在协作的人数 加起来大约14人 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大家会A 不会B 不会C 你知道 会C 就不会A或B 我发现我一个人 抵了12个人的工作 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要 当我不确定的时候 我必须停下来 对 检视一下自身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记得吗 时间 过去就是过去 我自己也是 创业之后 我发现我人生最快速 学最多东西的时代 真的就是创业之后 真的 一年底三年 对啊 以前学校里的东西 就当然老师要考试嘛 所以得学 可是你后来自己创业 因为你知道你不能靠别人 没有人会 自负盈亏 对 你就自负盈亏 所以你怎么办 去学 所以那时候我们 我自己还去学电脑软体 我根本就很讨厌 写程式的以前在学校 可是没办法啊 这个系统 客户说有问题啊 那你工程师在忙别的事情 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去了解 自己学资料库啊 不然怎么办 是啊 其实我认识很多创业学朋友 最后都这样 所以这个建议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心要爽创业 其实这些技能都是学得来的 你看 连英国文学系的 现在都会 我也会coding 都会coding 都会AI了 我会coding 对 不要想说 我是念文组的 那个我不信 我也会设计哦 对 如果你要真的有心要创业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你必须得学习 然后你要甚至要enjoy这个学习 那我好奇想再问一下 很多人觉得 做创业 做电商很简单 这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要提醒他 没你想那么简单 可是相对的 也有另外一群人 他是完全相反的思考 他觉得 电商不值得做 现在已经太多人在做 已经这个没有商机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赔钱的 所以也很多人 他是比较负面的 他觉得创业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尤其是电商创业的时代 品牌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珠宝 珠宝 这么多人在做 怎么可能还能进来 那你觉得 这个领域还有空间吗 如果对于后面 后进展 我必须得说 虽然一开始 我好像觉得自己 很聪明 选了珠宝 但他其实 在摄影上面 非常非常的挑战 珠宝呢 在所有的摄影 你如果商业空间 什么摄影 他就是最难 没有之一 他就是最难的 我可以想象 像宝格丽一张照片 三万 是 精修 所以你觉得 因为他要展现光影跟质感 可是我不是宝格丽嘛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钱 所以我必须要 就是有一些trade off 对 就是一些折中的做法 这样子 对 所以你意思说 这一行 摄影要搞定 我刚刚的问题其实是 还有没有空间 还有没有空间 进来这个行业 有没有空间 对 我这样讲好了 2023年 大家其实都会说 电商寒冬 2017年以来的电商寒冬 双十一 哇不热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电商在去年 是成长的 那大家会觉得 电商寒冬是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线下的商店 在疫情期间 他不得不转线上 对 因为线下 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东西 你说房租 房东会这么佛心降价吗 很少 不会 好 人事的成本 我们今年涨到最低薪资 27470嘛 对 对 然后时薪也涨 所以在线下来做的话 他有他的好处 因为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人 他还是需要去触碰 尤其是我今天说 我要卖你一条 两万块的项链好了 你觉得你会完全 哇 电商直接下单吗 你都没有看到 没有服务 没有告诉你 不可能 应该很挑战 应该很少人 非常挑战 我那边就有一万 对 所以后来呢 我一开始都是进 18K金 然后贵宝 然后现在就开始 做比较平价一点 就是可能1000之内 就可以入售 那我们1000免运 这样子 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399 就免运 我就说 我也在筛我的课程 对 因为你今天1000元免运 你要去下这个单的时候 他有好有坏 399很可能会 很多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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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可能 有可能是冲动之下下单 然后弃货不去 是 所以那其实不一定 你的毛利会有帮助 对 但是1000块呢 他会变成说 大家会比较 在下单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想说 我真的要下这一笔吗 确定了 他才下 所以我们的期货率非常低 但这也跟我们的品检 非常严格有关系 对 只要有什么问题 我东西就是打掉 而且我东西 其实基本上 都是从源头就开始了 跟层层的批发 是不一样的 我们去控制那个原料 里面没有签 像欧盟的话 你过量签 进去就是不行啊 不能进到欧盟 居于卖啊 对 那我们都是欧盟区域的标准 但是很可怕的是 在亚洲其实不是 所以很多 你在外面买的饰品 他连卖的 卖的人也不是坏意 他可能是批来 他也不懂的那个来源 他也没能力去控制 这么细的东西 我大概可以理解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其实每一行都一样 他总是有一些空间 你可以在里面成功 可是关键是 你有没有像刚刚芳芳讲的 从源头 这些细节 你真的是有清楚掌握 从定价 这边你真的清楚知道 你想筛出什么样的客人 总之就是 不要只是简单的说 哪一行很行 哪一行没希望了 其实还是要从细节的营运 这些心思上去着手 你即使在最热门的行业 最红海的行业 如果你能做到这么细节的管理 你还是有机会成功 而且你要非常清楚你的TA 你不可以什么都想要吃 什么都想吃 你什么都想吃 你就是四不像 对 这是很好提醒 对 那像我们自己的TA就很清楚 我们TA 其实从Google Analytics后台 拉出来他们的兴趣 第一名的兴趣是 阅读 Book Lovers 好妙 阅读 第二个兴趣是 政治新闻 时事 然后第三个兴趣 可能是跟金融投资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课程 其实很清楚 我们就是现代白领独立的女性 她可能是单身 对 那她有余裕 花钱在自己身上 这样子 那我想随着 其实这是一个大趋势 就是其实现在 年轻人不结婚的挺多的 我自己也没有结婚 你讲到这个 让我想到 其实我们的大人学的后台 我们也会去看 她的组成 其实我们后来看来看去发现 我们的大人学的主要的受众 其实就是跟我们员工 还有跟我跟就自己 是很类似的人 对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有这个感觉 其实你刚刚讲这个 就是你嘛 对不对 白领收入不错 然后很重视知识 学习 很喜欢看书 这不是你吗 然后又重视自己的 这个穿着打扮 所以我自己觉得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越来越相信 你创业创什么都好 你不要去 人家跟你说 这个很夯 你就去做 那个真的不一定会成功 你要去做一个 就像你开头讲的 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怎么样 让我自己的生活更好 你对什么样的产品 什么样的服务 你自己就喜欢 你就喜欢 你就想要 然后你亲自来 把这个事业创造出来 我觉得才能打动人 那这个whom for 是什么意思 whom for 其实它是 乌尔福 就是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的 一个中文谐音之外 它其实呢 倒过来 它就是说 for who 为了谁 因为我不可能用wolf 这样很像狗或狼嘛 wolf 所以whom for 其实就是为了谁 它其实弦外之音就是 你自己装扮 不为谁 只为你自己的愉悦 所以由你来定义 你自己 你如果觉得在我这边 不是你找不到 你想要的东西 没关系 你去买别的品牌 可是我相信就是 对 就是如果我可以 让你更快乐 或者说这个 我父亲祝宝饰品 能够带给你一些 理念上的一些启发 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这其实才是我背后的用意 原来如此 for whom的反过来 whom for 我可以说说我们 我为什么真正想要做 这件事吗的目的 好啊 其实呢 我们whomfor whomfor 这个品牌 是先有品牌 故事才有产品的 是 因为我历经这个身心症嘛 很久 长达十几年都吃药 然后中间有做 这个心理资商 就你在外商收入还OK 所以可以负担得起 这个心理资商费用 慢慢慢慢的 我去从 就是一个 对自己很 不认同 然后我去见 我去看到自己的 内在价值是什么 我去认知到什么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没有人是一个完美的人 也没有人可以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完美 因为每个人的完美都不同 每个人想要的人生都不同 可是我开始去建立这个内在价值之后 我发现我 不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所以我们的品牌并没有什么东西叫做 必买款 因为我不去帮你去 因为我不喜欢人家来定义 说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应该要怎么样 No 我觉得人呢 今天要活得自由 我像我就是非常的清楚 我自己想要自由 那我们要自由 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可是相对的 你也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对 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你要为你的选择 跟不选择 去负担后面的结果 所以当你意识到 你要为自己的人生 扛起这些责任 因为很多人会说 好自由 自由好像是一个positive的 正面的想法 可是其实我看到的人是 大部分的人都是逃避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 你刚讲这段精神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人生的体验 然后你也把这个体验 贯注到你这个品牌的精神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 除了形而下的美好之外 好 就是我们实际的商品嘛 那形而上精神 我利用文学哲学 心理学美学这些 然后来灌溉给我们的消费者 我其实想做 真正想做的事情是 不管你是女是男 你可不可以做你自己 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因为我们的时间 就是只有这么多 你要不要活出自己 我觉得最后这段蛮精彩的 那我觉得 我们也时间有限了 所以这个很谢谢 芳芳今天跟大家分享 从创业聊到她的 这个采根的经验 甚至最后 也把她的品牌 跟她个人的经历 和人生观做一个结合 那我希望呢 不管你将来 有没有想要创业 你都应该试着 问自己 到底你这辈子 我们只有一次嘛 你到底想要过 什么样的人生 而且你不知道 意外跟明天哪一天会来 是 不要去假想 你永远可以等 五年十年退休后 我才要过自己的人生 其实你现在就有很多选择 对 倒不一定要 一定要创业 像凡凡一样 你也可以去思考 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你 什么样 你应该把时间 花在什么样的地方 好 非常谢谢 凡凡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那大家有兴趣 如果你 这个 你对珠宝啊 手势啊 有兴趣 你可以搜寻 W-H-O-M-F-O-R 就是Home for 无耳福的珠宝 上面有很多 很这个 很厉害的产品 大家可以上去逛一逛 相信思考 永远改变 希望大家都 能从这一集节目中 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